这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好 抱歉 上个礼拜 刚好在 银岩山双溪小竹 参与这个三十七年法会 这个我们 对于缘分 还是要用心去感受 进一步 我们会懂得珍惜 就像一般 他没有遇到佛法 他清明少目 他可以缅怀主德 可以教育 后代子孙要行孝 慎中追缘 明德归后 我们佛弟子 进一步 还可以超拔 去世的父母 祖先 而且还可以用 阿弥陀经 这么殊胜的经典 还有万德鸿鸣 来超拔 所以 祖先都能得到相当相当大的利益 又有像 悟道法师这样的善知识 来读法 我们在佛门 像法师这样的 我们都要称长老 道工长老 这个师长 给他交代什么事 他都 一教奉行 交代他 做三十信念法事 他答应 甚至于在台湾 都做七个百七 一个百七是七百天 七个百七 已经做了 进入第十三年了 当地很明显 化解灾难 所以当地的政府 对他们特别支持 疫情期间都有限制 对 林渊山双西角族的 这个法会 比较开放 呈现出 做三十信念的效果 陈德也相信了 这个道工长老 这个往后的 应该是三十信念法师的 祖师的 他培养出了很多的学生 在各地 成就 明昂两立的 三十信念法师 那当然 这样的法师 有好的 祖法和尚之外 还要有我们的 诚心去做 古人说 祭神如神在 亲自去祭拜 祖先 表示这个臣 致臣就感通了 所以法会 也要尽量自己能够去做 现在线上做不了 线上能够亲自去做 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怕 在福报当中 自己的心 反而 不认真对待了 反而不 不沉浸了 那这个就很可惜了 所以在顺境当中 确实不容易修 顺境慢慢慢慢就不够珍惜 觉得很自然 理所当然 其实能参与这个三十信念法师 都是稀有难逢的 缘分的 我们诚心去做 祖先得很大的利益 可不能变成 反正名字写上去就好了 反而自己的恭敬心 退了 所以我们 无量寿经 得尊普贤第二 有十六个大菩萨表法 第一个就是贤护等 十六正式 这个贤护 我们说护法 护持正法 护持正法 首先要能护得好自己的心 才谈得上能够去护持正法 我们 去做志工 做义工 帮你忽略了这个根本 心正而后生修 生修而后加齐 这个赤地 我们得要认真对待 我们的心没有护好 身就修不了 更何况 我们做志工义工 是要去护持大众 心没有护持 心没有护好 可能在跟大众接触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情绪去对待 我们可能社会的习染 名利都会陷钱 都用以前做人做事的习性 这样不止护不了法 甚至一样接触到我们的人觉得 哎呀这个佛门不是清净地吗 怎么不比我们社会复杂 所以护法 还得要先护好自己的心念 这样 才能瞒我们的初心 我们想去鸿护正法 但是得从根本下功夫 君者物本 本利而道生 刚刚跟大家提到 要能珍惜姻缘 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学佛 又有三十七年法事 可以 抄拔 离去的父母跟祖先 他们就得很大的利益 你看世间人 他再有福报 再有 金钱 他能超拔得了祖先吗 超拔不了 那当然 三十七年法事 难得 可是我们在做法事 也都要随缘 入贯 里面有中风禅师 对于净土 非常精辟的教会 我们也观察 做法会 人相当多 打佛七呢 少了非常多 讲经呢 更少了 这个现象大家体会到什么 这些都值得我们 去观察 其实超拔 老法师有讲过 超度的原理 举着 举的 波罗门女的例子 你看他念一天一夜 他入了法身的境界 他自己可以到地狱去 所以你看他念佛的功德力 他就超拔他的 母亲了 包含我们 在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 说八载寒昌 独楞言 这个公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修行人很精进 认言经很厚 那一天能读一遍不简单 他读了八年 结果以前做生意 跟人家打官司 对方输了 结果自杀了 他也很遗憾 结果他自己修行下了 这么大的功夫 这两个鬼魂就来找他了 他一开始还有一点担心 后来看他们的态度很好 就问明来意 对方就说求超度 说只要他答应就好了 结果就踩着他的肩膀 就上去了 后来他的孩子跟太太也来了 都已经去世了 也是求他超度 站着就上去了 所以也不能因为做法会 调动人喜欢热闹 然后也学风道风 反而被这个热闹 盖过去了 也要防止这个流弊 所以假如是中风三十戏念 随文入贯的话呢 那应该是越来越愿意念佛 知道祖师这些教诲重要 越来越主动听经 用明理才能看得破 放得下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取其利 还要避其避 这个对我们做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做事都是必须先审其害 再后继其利 这个事情 假如后面的流弊 太大了 可能就要慎重了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所以有的小道场 他经营的人 他就定位 我不办法会 就演 道风念佛 学风 讲经不中断 他这样定位来做 真的也看过 办得挺好的 听经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 我们 扶持 道场的 这些领导干部 都要 很敏锐地 观察 学风 道风 的状况 用什么 擅脚 方便 能够让他不断 挣扎 上去 那佛门 修学的基础 是三福 三福 首先就是 效仰父母 所以这个 圣中追缘 风 风范 圣中追缘的文化 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我们上一次 跟大家 探讨到的 经文 诸法 差中 皆能 是限 辟善 幻善 幻善 现重 异相 与 比相 中 实物 可得 使诸菩萨 亦 富 无事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左右 来探讨 不知道 这一两个礼拜 大家念无量寿经 念到这一句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有什么不同 我们读着经的随文入观 有没有感觉 念起来不一样 大家念 未教菩萨 做阿舍礼 常洗相应 无边诸行 成熟菩萨 无边善根 读着这个经文 跟以前 一不一样 有没有一点不同 有没有 同修大德 觉得有不同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没有也没关系 那 成德自己 学习了老法师的开始 跟大家的讨论 觉得 这些经文 读下来 感觉就有一股正能量 好像升起来 一种使命感 责任感 会出现 自己要长期 相应 无边诸行 一举手 一头足 都是要跟无量 受精 相应的行为 这样才能 利益到学生 利益到亲戚朋友 才能成熟菩萨 无边善根 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 好像 就有一股正气上来 也是一种鞭策 读到诸佛 我差中 皆能视线 这么大的利益 怎么会不去极乐世界 一生 一切佛国度都生 能一念情 就遍有十方佛国 所以这些经文 对自己 提升这个真性切愿 都有帮助的 那我们 学大臣佛法 就是要 效法 佛菩萨 行菩萨道 怎么行呢 你看这些经文 都是指导 辟善幻思 献重异象 他 中日在度身 但是呢 心里不落痕迹 心菩萨道呢 那造的都是轮回业 那更严重的是造轮回的三二道业 贪嗔痴 造的都是三二道业 所以菩萨道是一定要走 不走 不走菩萨道 不修菩萨业 就修轮回业了 可是 每一天要做梦中 佛事 很努力 很积极 不懈怠 但是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缘具缘善 掌握这个缘 去利益众生 但是自己的不生烦恼 不要放在心上 心上没有 所以终日无度 又终日度身 终日无度 就是无作 无作又而作 又很积极 但是心上 又不生烦恼 所以这两句 对我们也很重要 我们要不就是做了事 但是越做越烦恼 要不就是退心了 不想干了 都落在过于不及当中了 所以这两句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好多角色 每个角色都可以行菩萨道 有夫妇的角色 有父子 父母子女的角色 兄弟姐妹的角色 上下级的 领导被领导 还有朋友之间 朋友就是缘 一有缘具 我们就尽力去做 但是不要放在心上 这两句就提醒我们 怎么去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这样就能了 从容容忠道 来生活工作 来生活工作 处世带人 接悟 好 所以京剧啊 对我们 都有很 好的指导意义 所以师长很具体指导我们 我们做完了之后啊 赶快把佛号提起来 不然会一直想 佛号一提起来 这个像成德的性格啊 就是比较操心的性格 是修行要改性格 我假如像以前那么操心 我看就不用睡觉了 当然哦 这个性格还 转了一点点而已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所以我现在也要提醒我自己 睡觉前啊 不要处理人事问题 一直在那想啊 想啊 躺下去就停不住了 所以成德现在觉得呢 晚上啊 好好听听经 念念佛 静静心 很好睡觉很重要 忙事忙到十一点了 十一点半了 然后躺上去呢 这个脑子还一直转转转 你看一转转到一点 两点 这可不好玩了 这个对肝胆的影响就很大 人这个肝胆呢 这个经络在这里 所以这两侧的血管条都浮起来啊 这肝胆 这个耗损的太厉害了 铁定啊 这个十一点以前都还没睡觉 所以我照了这个恶音呢 就是这恶果 大家看我这个 特别明显 所以现在要下定决心 所以说来惭愧 学佛学了二十几年 第一点 身体法夫 素之父母 没有做到 很真实面对自己的情况 所以这个 刚好最近呢 跟母亲住在道场里面 每天母亲就是关心 你几点睡觉的啊 睡得够不够啊 每次听了都很财贵 让妈妈操这个心 这个两侧啊 都要可以观察自己的状况 包含这个印堂在这里啊 这个印堂不能陷下去啊 这个就是心脏消耗太多了 假如这个印堂中间 哇那血管都浮出来 那个是过于疲劳了 尤其上了年纪啊 这可不能开玩笑了 年纪轻啊 那血管还很有弹性啊 年纪大了 还有这种现象 那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好 我们看呢 下一句经文 通诸法信 达众生向 我们 学佛啊 最重要的就是 学习啊 怎么样不分别 也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师长老人家说 这个叫会修行 那不起心 不动念了 这个不容易了 师长说 我们分两阶段 不起心 不动念了 往生之后修 有阿弥陀佛教我们 就很快 就能 震入 无声的境界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好好练 不分别 不执着 可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啊 有时候自己起了 分别执着念 自己不一定看得到 只要是分别执着念 对我们就会有一定的障碍 你比方说听经 听着听着 啊 老和尚开解的这些意理 我们都觉得 哎呀 那老和尚才做得到 我们做不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念 在障碍我们修行 那这一点呢 承德非常感谢师长 他教导 佛所讲的都是契合我们这个时代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先入为主 所以每一句经文学下来 我们的态度就是 怎么做到 每一句都离不开五轮哦 所以佛法就是 处事待人借物 就是生活工作 也说接下来 这一句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处事待人借物呢 我们跟每一个人 谈话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利益对方嘛 有缘呢 五轮都是缘分 人无五轮外之人 学无五轮外之学 大臣佛法也没有离开五轮关系 所以师长讲到了 佛教化众生 我们常听到讲经说法 所讲的都要契机 契礼 通诸法性 是契礼 绝不会讲错 那达众生 那这个是 对于一切众生的根性 明了 通达 那我们现在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跟亲戚朋友谈话 包含同事 我们所谈的 是不是都是正确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这个是不是通诸法性 要契礼 离经一世 便是摩梭 成德自己回想 也遇到 有长者 给我们说的这种价值观 是偏调的 那这样他在跟晚辈讲话 他就没有考虑到气力 他只是顺着自己的认知讲 晚辈假如相信他的话 就被他误导了 有当老师的 有时候人生 遇到一些瓶颈呢 他就讲一些 哎呀 这个时代啊 没有钱什么都不行了 他就这种 这种话就出去了 有些孩子把他当真啊 就把精词摆第一位了 就被误导了 所以我们讲话是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是通诸法性 但是达众生向 要契机 我们每一次讲话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考虑到 对方的程度啊 对方的接受度啊 我们一般都是 我想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我想骂他一顿 我就骂他一顿 我是在气不过了 所以得教训他一顿不可能 那有去他的基吗 有达到利益 他的目的吗 所以经典真的 马上都能用啊 用上了 积功累得啊 没有用上就造业了 不能达众生向啊 有时候还跟众生结怨 你不气他的鸡啊 他生气了 所以比方说 功人之恶物太严啊 要施其看受啊 你要提醒他 你要护念他 这动机没有错啊 可是你 指的 太严苛了 他受不了 所以我们在劝别人 要看着他的眼睛 话不能说净啊 一次就把 他所有的问题 都给他讲完 他承受不了 他一下子没信心了 甚至被你劝得 破罐子破摔 我就是这样了 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当时其可从啊 你看你劝善归过啊 也都要气他的鸡啊 你劝善 哇做这个很有意义啊 他不气他的鸡 他觉得 哎呀那个我做不了 太难了 所以这个 我们 佛法就是生活啊 我们要 养成这样的心境啊 每一次讲话 能不能考虑到 气离 气急 我们真的能这么去做啊 五轮关系 都一直在改善 那个缘越结 越深 甚至都结的都是法缘 假如我们不能顾及这个了 那五轮关系呢 不静则退啊 情况会慢慢变得紧张 所以我们到底修学佛法修学的得不得力啊 都可以在这些关系当中检查 医报 医报 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啊 现在 最怕的就是 没有检查 没有 反思啊 自我感觉良好 我 成德都遇过啊 他学传统话 太太都 气到不行了 我们 毕竟是成人的 问他 家里情况怎么样 都很好啊 夫妻 夫妻越来越好 私底下 他太太找我们 都已经气得 都快爆掉了 所以这个 不能 自我感觉良好 不客观去评估 也不行 我们看 这个是教化 通诸法性的 大家众生相 一谈到教化 我们也常常在 讲习当中啊 跟大家讨论 教育啊 离不开 深教 严教 还有静教 环境是很无形的 我们看我们 这个德国 静中学会 在我们柳会长 带领之下 每个人做事 都很认真 那是一种氛围 你进到这个氛围 你就不知不觉 受它影响 比方说 你到古丛林去吃饭 人家几百个人 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平常是大嗓门 进入这个环境 你也会自自然 声音就小了 潜移默化 效果 所以只要是孩子教育问题 或者是下属的问题 或者是学生的问题 说实在的 从这三个大方向去思考 我们就知道 怎么下侯府了 怎么改善了 我们每个月 英国传统文化学习班 我们杨波医师 他们几位同修 很用心 也交流了十几遍 有一年多的岁月了 每次问题 我看都有二十来个问题 不少问题 不知道我们这样交流下来 这位大德同修 你们看到问题 这个原理原则是什么 怎么来解决处理 我们从中 看到这些问题 也要去体会 现在大众 他的烦恼痛苦在哪里 我们是佛弟子 也透过这些问题 去体会现在人的苦难 我们有一个学生 刚好我把那个问的问题 拿给他看 他居然看到哭了 因为有一些问题 就是现在小孩 父母老师不知道 好好用传统文化的方法 变成这些体罚 这些高压 结果他看到这题目 就哭了 孩子好可怜 我说这个题目 还让你发起 对孩子的怜悯心 这也挺可贵的 缘分 现在他也发心 去教小朋友 好 我们看 接下来的经文 就是佛菩萨给我们表演 怎么教化 下一句 供养诸佛 再来是开导群生 师长讲到了 供养诸佛 这是从根本修 我们无量寿经说的 恭敬三宝 其实无量寿经 真的 我们每一天遇到静缘 都要提起来 像刚刚 跟大家说到 你看 那么多人 发问那些问题 都很苦 我们在听题目的时候 有没有想起 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 对 这些提问的人 现在不在少数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 我自己有没有 我能不能解决 我能不能进一步 去协助他们解决 我能不能心大悲 明有情 演此便 第一时候 藉由他们 接触我们的机会 藉由他们把自己的烦恼 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 演此便 受罚言 让他透过我们的引导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能判断 他知道怎么去改善 度恶趣开善 所以你说这个经文 没有离开我们的当下 所以师长讲到了 从根本修 我们就想到《无量寿经》上说的 恭敬三宝 奉仕师长 也想到老法师说的 修学的大根大本 孝亲尊师 这里是讲尊师 供养诸佛 当孝于佛 常念诗恩 当令试法 久住不灭 这一句是不是知道 我们怎么供养诸佛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我们依教奉行 弘护正法 这是殊胜的供养 我们每一天 持《无量寿经》 读到供养诸佛 马上 要问自己 我有没有 如说 修行供养 有没有依照 《无量寿经》 依照 师长老人家的教诲 来做 都是供养 那师长也顺着这一句经文 提醒我们 要从三福下手 校养父母 奉侍师长 这是孝敬的身教 师长马上就说到 你看佛陀给我们做榜样 他生到涛利天 为母说法 孝道的落实 而且地上经 是佛门的孝经 就把地上菩萨的风范 教导我们 其实这个是每个修行人 的大根大本 一定要从这里修 所以地上菩萨 这个菩萨名 就是重要的表法 开发新地保障 所以叫地上菩萨 要从这里下锁了 好 当然这里 师长也说 说世俗的人看 释迦牟尼佛命不好 生下来母亲就死了 那这个是我们世俗人看的 实在是她的母亲的功德太大了 要到涛利天去享福了 其实这段话也是提醒我们不能以烦情去看事情 已经学佛了 就不能用世间情指去看事情 就像那个鲁家 他严回 四十岁左右走了 我们看得很伤心 那严回 他的表法 他尽心尽力 辅助孔老夫子 他积的功德可大可大了 你看他的后代子孙 两千五百多年 这个家道都还是很兴旺 我们说 这个孔孟颜真 四大家族 那后来是真子 传了孔子的道头 那大家想一想 假如是颜子传道统 我们会觉得 哇 一单是一表演 再落下 可能我们一想 算了算了 这个 这个我做不到 我就是喜欢吃吃喝喝的 可是呢 真子传道统 生也乳 真子他本来 他的这个资质 是比较卢顿的 卢顿肯学 也能沉传道统 这个我们都要 不能用感情去看事情 所以师长这里提到 那佛陀的母亲功德太大了 这得到天上去享福去了 好 那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所以佛啊 做榜样 给我们看 下一句 开导群生 这是言教啊 为大众讲经说法 我们常常 提到 汝家说 知所先后 则净道 一 做事啊 都有做事的 自然之道 我们说道法自然 你违背了这个 你的效果 大打着口 甚至也还有反效果 所以人 实时 为什么依照经教 因为经教就是 宇宙人生 人生 正确的道理 大学里面告诉我们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那不是把先后告诉我们 比方说 这个爸爸 没有抽烟 他再去劝儿子 别抽烟 孩子很容易接受了 爸爸 烟瘾很重 然后骂着这个儿子 不能抽烟 你说在接受吗 这个就是人情事理 人心 所以师长在这里给我们点出来 没有师长点出来 我们不知道 这两句 就是在强调 深教一定要在言教之前 所以为大众讲经说法 假如所讲的自己做不到 不能叫人幸福 人家怎么会相信 这个不只是对大众讲经说法 对家里的人 亲戚朋友 都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能看着这一段说 我又没有对大众讲经说法 所以每一句佛经 回到自己身上都管用 当下就可以落实了 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分别执着 这一句跟我没关 那一句跟我没关 句句都有关 那天 有一次遇到一个年轻人 他说他念弟子规 他说 入则校 我没有在父母身边 所以这一页我翻过去了 出则涕 我独生执女 所以这一页跟我没有关系 他都是自己的认知 入则校 你出门在外 你也可以敬孝 怎么不能敬孝 所以市长说的 一定要自己真正做到了 然后才说出来 大众能信能接受 而且心悦沉浮 欢喜信送 所以这个 先有身形 然后才有言教 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师父讲了 不能颠倒 那我们冷静 想一想 我们现在教孩子 用在深教的功夫多 还是用在言教的功夫多 还是用在言教的功夫多 师父 跟我们讲的理是这样没错 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但是遇到境界 还是忍不住要说他几句 这个孔老夫子 有一天看到子贡方仁 方仁就是批评人 孔子说 赤也贤夫哉 叫着学生的名字 灯木赤 你很贤德呢 服务我则不暇 我是没有那个贤功夫 去批评别人 所以孔子自己尽德修业 他都觉得时间不够了 他不会去批评人 他没那个贤功夫 时间不够用 后来看夏连居老居是赤井路 提到 学到的人 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 无剪爪之侠 安有时间 说闲话 感觉这个孔子跟夏老 一鼻孔出去 他们那个心境是完全相应的 我们现在要把批评别人忍住 都得下功夫 但是假如我们的身教没有先带动 我们又去批评别人的错 他一定不服气的 那这个就产生副作用了 所以这个 言教不在 身教不在言教之前 你这个言教劝告 不只打了折扣 甚至还有副作用 所以这一句之所先后 重要 我们真的知道 身教重要了 那我们要把精神用在 最重要先改我们自己了 不是改别人了 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了 常常去论人之非 这个精神都分散出去了 我们净土中 保卫大师强调净寿明 其中一点观心为要 观照到自己的起心动面 首先要向内不能向外 从自己的身教做起来 所以我们学了佛 这个五轮关系 没有很好的改善 都跟我们 没有把先后搞清楚 可能都有关系 你看师父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 我们现在这一段学过了 那我们得检查 我们自己现在时间精力 功夫下在哪 下在身教还是言教 古人还留了一句话提醒我们 身教者从言教者送 送是真送 打官司去来 或者吵架了 他不服气嘛 就吵起来了 你一讲他错 你也没逼我好到哪里去啊 身教人家自自然然 被你的行为啊 他的善根流露出来 被你感动了 这些劝告啊 都很 恳切 所以我们不能 把师长啊 把这些古圣先前的教会 把它划过去了 这个 这次回台湾 刚好到 这个台北林燕山 双溪小组 有个年轻人啊 182公分 还是棒球远 很壮 他说跟我一起学习了 然后这个 道工长老很慈悲 他做你的侍者吧 我说不能做侍者啊 我为什么呢 这个李秉兰老师95岁 才有侍者呢 我们德行根本就差得太远了 怎么可以这么年轻 就要人家照顾了 自己能做的还是要自己做的 我说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然后呢 他还是要跟着我跑那么远 我也得请人家的父母来嘛 他的妈妈来了 然后就说 这个 法师啊 今天可不可以拜师啊 我说不要太激动啊 我先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说不定呢 跟我待七天 他就跑掉了 然后 他妈妈就说 这个孩子 你要严加管教啊 我跟他母亲说 我们 假如当老师要严 也要有严的本钱 我还没有严的本钱 就给他严加管教 人家心里就不服了 所以这个严加管教的前提 是自己的行为啊 是让学生很佩服的才行啊 我们再看下一句经文 化现其身 犹如电光啊 我们刚刚呢 再强调一点了 我们 处世待人皆悟啊 要不是行菩萨道 要不是 造轮回业呢 所以 这个得尊普贤呢 我们是要修普贤行吗 我们现在就修普贤行了 就跟极乐世界的频道 就接上去了 极乐世界是 贤共尊修普贤 大事之德 对啊 所以 这得尊普贤第二 这所有的经文 都是教我们 怎么行普贤行啊 我们当下要不要去落实 对啊 所以师长讲化现其身 应以什么身得度啊 其现什么身 而为说法 我们今天 对 孩子 你的身相 都一样吗 不一样吧 他表现得好 你鼓励他 肯定他嘛 他犯错了 你也要很严肃的 提醒他 妈妈 爸爸 面对孩子的 这个态度 脸色一不一样啊 都有不同哦 像当老师的人 跟学生相处 有时候像父亲一样 有时候像 哥哥一样 很提携他 很拉拔他 有时候 又像朋友一样 陪伴他 所以这个三十二应身呢 观世音菩萨度众身呢 其实我们面对 亲戚朋友啊 面对人生的缘分 你用真心的时候啊 你的 言行啊 也会应那个机缘 而有差别不同 人假如学了 很失败 脾气很好 人家都赞叹他 可是遇到大是大非了 他闷不作声 这学成相怨 所以我们也遇到 有同修说了 老法师 都是让啊 我就问他一句话 你有没有看过老儿上 不让的时候啊 老人家在大是大非面前啊 那那是绝对是会站出来说话的 不然这个社会 这个团体就没有是非了 所以夫子温良 公俭浪啊 是是他的形象啊 可是他也有霹雳手段 他一做大事后 上来第一件事 把邵正卯杀了 那个邵正卯啊 就像现代的那个邪教的头啊 这个邪教的头 你不在一开始 还没有做大的时候 把它处理掉 反而这个整个社会 就被他搞乱了 众生的法生毁命就完了 其实啊 他也很可怜 他在阿比地狱不知道待多久 他断人毁命了 你把他杀了 他还不会造这种业啊 对啊 所以其实呢 你看我们 也随时啊 以适当的深教 严教 在面对我们 的因缘啊 面对我们 的伦常关系啊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 用真心呢 去应 我们看大学里面说的 为人君 子于人 为人臣 子于静 为人子 子于孝 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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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于 子于 子爱 与国人 交 子于 信 跟人民在一起 非常诚信 守信 其实都是他的真心 在不同的角色当中 自然流露的德行 那当然师长也是提醒我们 要看得懂啊 佛菩萨在世间硬化 越苦难的时代 越多佛菩萨硬化 因为他们同体大悲啊 终身苦难 他哪有不来 帮忙的呢 可是我们要看得懂啊 所以师长局的 天台中 智者大师啊 释迦牟尼佛再来 他以祖师的身相 来帮助我们 而且呢 他化现其身是 犹如电光啊 这个犹如啊 就是比喻 他们的视线呢 就像电光 就是闪电 闪电呢 他表的是什么 意境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快速 因为元聚元善呢 有时候这个元善呢 这个机会点就没了 所以我们教育小孩啊 你抓住那个机会点 他印象深刻 你没有抓住呢 他变成嫌你 哎呀 太啰嗦了 这差别就很大了 有一个爸爸 他从小就教他孩子 学传统文化 有一天 回到家 发现家里啊 招小偷了 因为房间呢 都被翻得很乱 哇 你看家里招小偷啊 大家马上 这个都紧张起来了 他的爸爸在这个当下 告诉他的女儿 女儿你看 你看现在啊 社会风气不好 都小偷了 你责任重大 你那么小就开始学了 好好学 以后啊 要把老祖宗五千年的文化 弘扬开来 这个社会就不会这样 我听到这个例子啊 对他父亲也很佩服啊 那一般的人 一进门就开始抱怨啊 生气啦 其实我们在那抱怨生气的 负能量啊 家里的氛围也很不好啊 发生都发生了 可是这个父亲啊 他就掌握这个点 我相信他的孩子 会记忆深刻 所以他掌握住了 很快速哦 掌握住了 第二呢 很明亮 闪电很亮 就是破案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 比方说听到 师长讲哪一句法语 好像我们的问题就想通了 或者问题的根本找到了 我之前读那个《孝经》啊 因为在学校教书啊 我们也很努力啊 效果 差强人意 我后来看《孝经》啊 孔子说 福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深也 教育要从这里开始 我当时看到那一句话 高兴的 在家里面赚了好几圈啊 哎呀 我终于找到 大根大粉在那里 我们很想努力啊 但是 努力有结果啊 不一定有好结果啊 孔子给我们把根本找到了 你看这种教诲 就让你眼前一亮 所以师长有很多法语 都有这种意境 比方 现在所有全世界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东方忽略了 圣贤教育 老祖宗的教育 西方忽略了宗教教育 师长能用一句话 就把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交换了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问题 眼花缭乱 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看大善之士 他一句话 就把根本问题找到 接下来 我们肯 依照他的根本去努力 我们就能自行化他 我们也不再迷惑了 从根本去解决问题 迷惑是很难受的 时时都 很清楚 面对境界都清楚 这心是很亮堂的 哪怕 现在看到一些 天灾人祸 但我们也清楚 问题出在哪 我们有没有尽力去改善他 菩萨 菩萨为因 众生为国 我们毕竟已经闻精教了 我们要用精教来判断 所遇到的这些事情 从自身不要再造这种恶因 那这尽力的 去劝导有缘的人 不要再造这个恶因 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乱象 自己担心害怕 没信心 不会 我们努力去做 都没有白费 公布堂捐 这一次 遇到一位 我们在座谈会 有一位张园长 他的学生里面 好多国家的都有 有欧洲去的 还有日本去的 也有美国去的学生 因为他所住的 那个是台北天母 是很多外国人去居住的地方 高级住宅区 他是在十几年前 我们刚好在天母 农训中心 办了五天的课 他是幼儿园的负责人 他说他去上了五天 哭了五天 我说这个善根太厚了 这种责任感很强 他觉得老子宗 这些方法才对 其实他也很用心 去探索很多方法 后来他就开始 用这个方法 他现在还是 什么幼儿园工会 那个很长 我飞不起来 都是负责人 所以由他再去带动 就很可贵了 他就因为我们办了课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就去听了五天的课 我回去他就自己做了 所以我们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努力去播种 总有一些 因缘会发展起来 所以第一是快速 第二是明亮 现在太需要 显正破写 不能四四而非的说法太多了 第三他不住 他这个不住就是不执着 不着想 我们去帮别人很执着 就会控制要求 就会让对方有压力 他不执着 甚至一帮助完人 他也不放在心上 不然我们一放在心上 哎呀我花了两个小时 跟他讲 他到底听还是不听 后来他也没什么表现 我们又生烦恼 哎呀浪费我两个小时的时间 做完就放下了 不住 人有住了 比方说你去帮别人 你有住完 你再去接触对方的时候 人家会感觉压力 因为你付出 你有那个期望 他要有点回馈 有点受教 你在见他的时候 那种期望的磁场就会出现 这个是很无形的 但是他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不住也很重要 第三 第四 他没有分别 他那个量 造万物 他没有分别 说造谁不造谁 这一点 陈德宗师父上人的风范 有体会到 他老人家真的是礼敬诸佛 谁真心求教 他都很认真 忽念 哪怕是个 一二十岁的年轻人 所以当时候 这个年轻人 父亲身重病了 在澳洲读书 去请教 师父 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他马上告诉这个年轻人 你赶快回台湾去 这个就指导什么 摆善效为先 第二句 好好念佛 给父亲回向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所以面对年轻人的指导 都是非常精辟 也是应他当前的机 应该效最重要 念佛最重要 所以这个犹如电光 比喻佛菩萨在世间视现 众生机缘熟了 众生有感了 他就会有应 而且他是自自然然的 去应 讲到这里 师长 有延伸到 那我们知道 佛菩萨都会硬化 那我们想 佛菩萨多多来到新加坡 你看师父都会应急说法 常驻 弘法立身来教导我 那我们要有感 才行 那怎么敢呢 真正的心 我们要学佛 那佛菩萨自然就来了 如果大家口是心非 口里头所有学佛 心里 还是搞贪生之慢 有啊 我们假如那个 在社会袭染的那个袭器啊 没有放下 那跑到佛法 佛门 跑到传统文化里面来干什么 来搞冥魂立养啊 哇 这个领域的冥魂立养也不输给社会上 哦 那佛菩萨一看我们是搞冥魂立养 他不来了 那陈德 自己学的也不好 那也有机会啊 人家会邀请啊 去讲课啊 我刚去的时候 这个人事的锻炼啊 很少 所以只要人家邀请啊 我就欢天喜地的去给他讲 就怕没机会讲 有机会就讲 我记得还曾经到一个村庄里面去 那棵树啊 三百多年啊 树印好大 村民呢 全部坐在树下听课 我讲一句啊 那个村长就翻一句 因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 所以我讲笑话呢 都要停一段 然后他们才会笑 所以很多机会我们都去 后来发现什么呢 发现有人啊 是借你呢 来给他打广告 或者帮他招生 他不是真正想学传统话了 他也不是真正想弘扬了 所以现在很多 比方企业呢 他不是真正想学传统话 他就把传统话拉来 让他的企业好像争光了 他那种marketing的习气还很重 都搞这种销售的 那这个 这种源啊 我就尽量推掉了 不然我真的会被他们给整死了 就累死我眼 而且你那个主事的人 他没有真正认知到啊 他真是一借由你 来来来 好好教训我的员工吧 那这种也别去了 他自己不带头啊 你讲的道理 他又不去做 那变成我讲道理 好像去要求他的员工 我可不跟他的员工 结这种二员 我们常常一不小心 就被人家拉去做打手了 我还有那个妈妈 一见到我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一见到我可高兴了 赶快拉着他两个孩子 硬拉到我的面前来 鞠躬鞠躬 就把两个孩子的头压进去 然后赶快站好 听蔡老师给你们教导 都是拉我去做打手 你看我遇到这个场面 你孩子不错啊 就开始先从他身上找优点 赶快先肯定一下 不然他本来孩子的脸很错的 所以有时候啊 现在想想 我们的心用错了 那佛菩萨不敢硬的 我们的心用错了 人家要帮我们忙啊 也很困难 对啊 因为要把孩子教好 父母是最重要的 旁边的缘呢 都是一种真上缘 你把很好的真上缘找来 你自己都不配合 那就要产生 这个反效果了 或者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们要感召佛菩萨的缘 感召很多殊胜的真上缘 还得用我们的真心去感 所以佛事门中啊 确实是不适合一人 我们哪怕做错事的 只要我们肯回头 佛菩萨都不记前显 甚至于有修养的善知识 他都不会跟我们计较 问题是我们 得看到我们的错误 我们肯去改 他们都不会 舍弃我们 因为天助自助者 天救自救者 我们自己都不自力自强 不肯努力啊 那谁也帮不上吧 而且善知识 他们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他也是功气啊 他自己要 很冷静的去看待因缘 他也不能攀缘 成熟的缘 他去硬 不成熟的缘 不能强求 有时候强求 不成熟的缘 反而让那个缘 黄了 那本来后面还有缘 你太着急了 把他搞黄了 就很可惜了 这一点也不简单 父母太着急了 有时候会把一些缘 弄巧成熟 这样的家长 我也见不少 都要硬 把孩子拉进来 上某一个班 他把这个 三十天的课当作万灵丹 上完事情就解决了 那变成他的执着了 他的孩子的心态 都还没有准备好 他一上完 效果有限 他孩子就觉得 不就这么样而已吗 可能后面的缘就没了 所以缘都是要 透过自己的身教 透过铺垫 循序渐进 让他水到渠成 不能超之过其 随缘遏制 也是要不执着 很客观 很冷静 才能判断准确 我们看下一句 猎魔剑王 解读残服 这两句也是比喻 我们看这经句里面 都是比喻 教学者也要善于比喻 善于讲故事 因为一比喻 它很具体 猎是消除 魔剑 剑是见解 指一切错误的见解 看法 想法 因为 这些错误的见解 会带给我们 无量无边的苦难 会折磨我们 这叫魔剑 网呢 也是比喻 比喻多 比喻它复杂 错误的思想 见解 确实非常多 非常 复杂 那我们没有 佛菩萨教诲呢 还觉得自己 这些思想 见解 也是对啊 所以佛菩萨来 教我们 我们才能 把这些 错误的见解 去掉 所以讲经说法 就是裂魔剑王 那我们要问问 自己了 我们听经也不少年 有没有裂魔剑王 那这个师父领境门 老人家讲了六十年 很圆满 也表演了六十多年 可是修行靠个人 我们有没有随顺经典 教诲 然后把自己 错误的想法 看法放下 这个得要自己 去放下 我们看 也看一些同修 修学十几年了 可是你一听他讲话 都是自己的想法 看法 那我们也见过 才修学一两年 但是他一开口 都是老和尚的教诲 所以不再学的长短 在肯不肯 依教奉行 这是实质的 那我们要赶快 对于裂魔剑王 不然我们 也很难 通诸法性 达众身相 也很难 化现其身 犹如电光 我们自己思想 见解都错了 怎么去 能够去帮得上别人 怎么去应激说法 不误导人 就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要裂魔剑王 解诸残服 我们自己学了之后 烦恼越来越多 别人还敢学 所以解诸残服 残服是烦恼 残是 残绕 服是 绳索 捆绑起来 那就被烦恼控制住了 没有自由了 这个也是比喻 把禅服解开来 那佛门呢 禅有八禅 服有三服 这个八禅呢 都会把我们困住 好 我们 这个时间到了 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刚好呢 下个礼拜天 真的有事啊 我在跟我们 德国金东学会商量一下 看是换一天 还是停课一天 到时候再通知大家 不好意思 常常给大家停课 我刚好有事要办 我们下一次上课可以探讨一下这个八禅 要怎么克服 我们听了老法师的教导了 听明白了之后 我自己怎么下手 怎么对峙这个八禅 大家可以谈谈心得 我是怎么把他解开来了 不被他困住了 不被他控制了 我看有不少同修都有下过功夫 再请大家来献身说法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